請問一下 因為外面就有兩把刀 兩把刀 對 比較慘就對了 對 兩個壁刀 天啊 人家它是一個壁刀 你兩個壁刀耶 對 外面自己動的關係嗎 是 其實它也算是安全一點 它這個壁刀並沒有對它 造成直接的傷害 但是有一點偏充了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從它這個樓層的高度 因為二樓 對 對過去其實剛好這個壁刀 還是稍微再往上一點 所以以這棟樓來講 三樓以上的住戶 對這個雙壁刀的影響 就會特別大 雙壁刀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說 血光之災的問題會特別的多 還有對健康的問題 首當其衝 所以像這種壁刀的狀況呢 而且又前往的前陽台 它首當其衝的 一定是男生的位置 那如果說你這個住戶 還好你們家有一個前陽台 前陽台就是一個守衛門 幫助你驅緩這個煞氣 但是如果你家裡 把它外推出去之後 這個壁刀就會對你 更是影響 所以還好 還好 還好沒有推出去 沒有推出去 像外面有種一些 這個蘆薈 對 就是稍微 畢薩一下 沒錯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但是唯獨 是這個社區當中 美中不足的地方 從你這一棟看出去 雖然有一個很前景的名堂 它可以把這個柴水 聚在你的前景 沒有錯 但是你這邊的貴人 通常還是要靠民生為主 因為你剛好 龍邊出去就向下嘛 大門出去 可是出去看它前陽台的龍邊 它的樓是離太近了 而且它又離得近之外 它的樓又比湖邊的來得低 湖邊的樓又更高 然後湖邊又開闊 所以它就屬於 的一個格局 所以男生大家都會欺負它 女生的話就會照顧它 對 所以比較有女人員 所以你看我們兩個 就對你印象非常的好 就很想給你秀秀 就好像是自己的弟弟一樣 對 對 所以你盡量調一下 對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把自己 扮成女生 要平衡一下平衡 但相對的 住在這裡面的男女 女生就比較辛苦 譬如說媽媽很想要掌權 媽媽可能會比較強一點 等等的 但是媽媽相對這樣的話 她相對的辛苦 也會影響到她的感情等等的 所以住在這裡面的話 會比較影響到感情的問題 你們住在這邊住多久 我們住在這邊住一年半左右 那你有覺得搬進來之後 全家人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是不是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其實最原本 最當初是我跟我媽兩個人住 因為我哥從台中上來 他在附近交出 所以我們就找了這附近的房子 就住在這邊 對 其實這也是我們 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又再住在一起 所以一開始難免大家長大 都會有些摩擦 對 那一開始可能會吵吵鬧鬧 到後來 現在就比較稍微平靜一點 可是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就是媽媽會比較想要掌權 那哥哥跟我 又可能稍微 就是比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時候會摩擦摩擦 其實媽媽的話要聽 對 對 媽媽說什麼 我們盡量就迎合她 講得太開心 而且擺三校為先 是 對啊 二十四校的故事 對 孝順人才會有你 對 而且媽媽看到你這個樣子 她應該也不忍心再罵你的吧 為什麼都來不及了 屋外的雙地刀 容易傷家人的健康 不過還好 無尊全家住在低樓層 影響並不大 但如果還是會擔心 可以擺放山海鎮 或種植盆栽來化解煞氣 而虎牆濃弱的格局 可以在陽台左邊多擺放盆栽 讓男女地位平衡 這樣媽媽的個性 就會溫和許多囉